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我们是要告一个自媒体 其实我前面讲了 自媒体是很难真正长期化 专业化 持续化的 我们还是希望在专业和自媒体之间 找到我们的定位 什么叫直接呢? 就是我们不能像传统的电视媒体那样 那么高的成本 那么复杂的制作过程 然后受到很多传统的空间 时间的限制 那我们在网络时代后面 应该利用网络这种无限的空间 无限的时间 然后能够减少它的制作成本 加快它制作的速度 今天还有一表演 我刚才说你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很像一个学者表幕了 现在已经可以谁讲话了 你今天还是多讲一点吧 这个 我们刚才 我们现在把昨天的观众留言 简单的做一个回报 好 第一个呢 李王先生 和平先生你们的节目很好 因为你是和平 你有读到见解才是大家愿意听的 愿意看的 不要受收听收看的观众的影响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和见解都不同 特别是大陆的听众和观众 脑子都乱都混了 都乱都混了 怎么能听他们的呢 和平你在美国之音的十十大家堂的节目 我每次都看 您和张立房的见解我都感觉很好 只是中间插播的听众简介太多余 浪费听众的时间 凡是想听你们节目的人 我感觉都比绝大多数大陆的那些观众有脑子 所以来收拾你们的节目 就是想听你们这些精英的见解 所以建议你们尽可能不要搞那些 与听众互动的行程 对 现在这个听众互动嘛 就是未来和现在 我们都越来越想追求的那种方式 但是呢这个里面 这个观众啊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理解 但是确确实实你的观众也是正确的 有一些所谓的 互动实际上是行政主义 不但是行政主义 甚至起了很大的误导性作用 有些人他全程是来捣乱 全程是来搅浑水 全程是来恶毒的去攻击影响 他并不是来真正批判你 他不是来批判你的观点 他也不是跟你来讨论问题 他就是左给你打一棍 右给你打一棍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讨论问题 我们不需要搞这种形式上的互动 我看我们这个民进边境部的流点 绝大部分是支持的 提建议的 没有跟我们来交付 对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影响不够大 当我们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 各种声音确实就是淋漓出现 这也是难免的 这也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了解和理解 中国在民主化过程中间 甚至世界上在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间 甚至像现在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 像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这些地方 这种杂音和不同的声音 有时候是很难分清楚的 有时候是不同的声音 有时候就是杂音 有时候就是噪音 有时候就是噪音 有时候就故意给你捣乱的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吧 这就是世界 这就是社会 这就是人类 这个魏先生呢 他提说点题外话的评价 说实在话 以前常听何先生的评论 比如在VOA和张立航先生的评论 但是对于陈小平先生 以前了解很少 第一次看你们两位主持在的节目时 还觉得陈小平先生 过于呆板木纳 甚至有点官僚 但是几次节目看下来 发现陈先生也越来越分趣幽默 渐渐开始喜欢陈先生的风格 请问陈先生主要是哪些方面有研究 国际政治民主政治经济 可否在下次节目中简单介绍一下陈先生 谢谢 这个陈先生呢 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话题也有了 但实际上呢 他的专业很清楚 就是宪政研究 或者是美国的法学博士 美国的博士有很多个 一个叫法律博士 就是比较认语实用法律事务的 也就是法律博士 法学博士呢 就是专长于理论研究的 那是比这个法律博士要难用一点 而我们陈小平先生就是这个法学博士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二十多岁吧 三十岁了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陈小平大名 因为陈小平二十多岁时候 就是中国宪政学会的理事 很了不起啊 因为那些所谓的理事 所谓的会长 那都是元老人物 今天有一个我还记得好像是刘少奇的夫人 叫谢什么 谢徽 谢徽 中国公安大学的校长 王说文 他们是这个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所长 还有你的老师 许什么 许称德 不是我老师 许称德 许称德 这些老先生我都见过 有一次我开新华学会你还没有去 但是呢 我那个时候也知道你的大名 那个时候的北京呢 就是一批清英精英 真是叫指点江山 不像我们现在已经不敢叫指点江山了 不敢叫正论天下了 我们就闲聊而已 当时我有一次看了陈小平在这开会 就好像把这个袖子拨起来来说 你们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 就是采放一点贵仇的气息 我当时记忆很深刻 我都不记得 但是呢 谁都实践地推移 陈小平 这个 从北大 政法大学 又到哈佛大学 又到威斯康星大学 几十年书读下来了以后 就变成了一个真来八经的真正的学者 但是我们做媒体 必须是面对大众讲话 所以我一再提醒 尽量地通说一点 你太复杂了 太神话了 我都听不懂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个尽量紧跟何先生的大明星的节奏 尽量地用何先生的通俗的语言 大家还把我们的节目听懂 我的初生主义是不需要降低的 我是八高的 因为我的水平本来就很低 你是水平很高 要把它拉低一点 但是这个 还有一个观众 他就是紧跟这个卫生人的意见 他说这个 毕竟是受党文化教育的读术 已经生物骨髓了 凡大陆来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余毒长流 因此受毒害太深 尽管是自觉地进行清毒排毒 凡洗脑都需要时间的 我们这些人确实是受大陆党文化熏陶很多 不知不觉中会有一些东西 希望 有的是中共的党文化 这个毫无疑问是多流 还有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文人最喜欢讲中国的传统文化 最喜欢讲经典 我今天就不好意思批评了 因为节目时间很短 我不能讲话太多 而且这确实是一个学问 从学问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传统文化是值得研究的 但是把传统文化 变成一个现代生活的标准 或者是一种品质 我是非常不以为的 传统文化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甚至欧洲的传统文化 都是农业文化 早就应该不能成为 我们生活的一个标准 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 思考的对象 而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指点 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讲 五千年文明了 这个什么文明啊 五千年不就是农民吗 这个麦卡C先生和W先生呢 他都支持我们的节目 喜欢我们的节目 谢谢两位 再次这位先生呢 他说有人骂美国 真奇怪了 要是没有美国 没有互联网 要是没有美国 就没有YouTube 要是没有美国 就没有Facebook 要是没有美国 就没有明镜火拍 所以哈哈哈哈 老子被洗的人 应该好好想想 但是我还是跟你 这位先生讲一讲不同意见 我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一个真正讲民主和自由的国家 它是不怕被批评的 不怕被批判的 美国是可以批评的 只有那些自己标本自信的人 自己标本优越性的人 自己标本有特色的人 他在害怕批评 美国就是在不断地反省 不断地批判 不断地揭露 不断地互相攻击 不断地承认制约 不断地揭露问题 美国产生过的危机 不像这次选举 是产生的问题啊 对不对 以前产生过很多次的危机 但是每一次危机 就所有能够度过来 不是把问题掩盖出来 而是把问题揭露出来 揭露得越成分 越好 美国人的文化 它是展露 在某些方面 它愿意展露自己的 丑恶的历史 让人们去证实这些历史 波士顿那个巫婆纪念馆 就是正是过去一段 很丑恶的历史 它在那里掌揽着 对啊 所以我在美国吧 坦率地说 我中国离我是比较遥远 虽然我的内心的深处 还是关心中国 走向民主化 走向正常化 人类的主流文明 但是我在另外一个角落来讲 我越来越多地在寻找 美国的缺点和问题 因为我一方面 生活在这个地方 第二方面 我希望寻找它的问题 找到它的问题 加深我对民主的理解 加深我对美国的了解 同时呢 我也不忌讳了 在美国体制批评 但是在美国体制批评和批判 并不等于去 唯专制社会背书 好 这个我也明白 这个我也明白 你这个搞媒体搞这么多年了 又说你是 这个 江系 叫了名的人 又说你是共产党的 拿了共产党的钱 是不是啊 又说你 反正你知道批谁 然后呢 是拿了美国的钱 这个真的有很多 所以你什么时候解释一下 你是不是拿了共产党的钱 又是 什么时候是江系的人 现在又说你是习近平的人 对 你能不能拿一次节目来讨论一下 对对对 这个问题 你这个身份很多 对 还有共特啊 什么类的 这个你应该什么时候回答观众的问题 嗯 嗯 这个这个观众呢 他是提问 他说如果请教两位 如果废掉七山八下 王七山继续留任 那张德江 刘云三 也会自告负荣 到为党国继续承担重任 习近平该怎么办 嗯 我昨天就讲了嘛 这个王岐山能不能留任 我越来越怀疑 我是谁越来越怀疑 是因为天下都要为他为留任 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点 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 事实是怎么样 为的是怎么样 我们谁也搞不清楚 但是呢我提出了一个疑问 嗯 现在把王岐山捧得太高了 嗯 我们还在找一个时间呢 都谈起这个王岐山 嗯 这个七上八下是党国一体的规矩 国与党很快就要分开 嗯 所以呢 党的规矩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 就像党实际上已经也会被轻轻放在一边一样 顺便说一句 从严自党 就是在救赎 就是在轻轻放下党的时候 社会不正当 社会不清算 嗯 这个党嘛 其实已经 从这个汉字里面 已经说明了一切 中国的汉字很神妙 而且它所有新生的事物啊 都可以从汉字里面找到 而一个英文不同 英文创造一个词的话 必须有一个新的词汇来组成 这个党啊 原来我大家知道吗 一个房子里面一帮黑社会 对吧 一帮帮团 二党后来简化了 简化成一个党子下面是一个兄弟的兄 是吧 兄弟也是黑社会嘛 兄弟在江湖里面 兄弟是黑社会 看一下 不是 这个黑社会的一个税率里面 我不是讲新帝是黑社会 我们有时候讲得很贪荒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江湖里面的黑社会 就是叫新帝 那是 兄弟不是黑社会 很清楚 大地大片 你这一株高 打翻一团人啊 这个 前来报导 两位先生辛苦了 首先要谢谢我们回复他的问题 这个他非常认真的 中重相关注 就是我们每天见这个 他说我们很中重的观众 然后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什么时候 何先生和陈博士 位子互换一下 可以吗 先给你换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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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拿稿 陈博士评论 这样才评断 OK OK 我们中国人啊 其实我们中国人自己拼命 自己的保密都有一点比较好 我们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OK 但是是民主最多的一个国家 动不动是 要民主生活费啦 民主在新间啦 然后你一个什么 民主族风啦 这都不是民主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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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节目啊 我都讲一段话 就说明我好显霸 你少讲一段话吧 就说明你比较深刻 所以 有时候很难说的 我已经压制自己了 我努力深刻 好啊 我努力 另外努力 努力克服官僚形象 所以我们两个人平等是很难的 你知道吗 你的思想比我深刻 我就真的很难达到 这个呢 这个观众呢 小杨的就什么时候解释一下 right和power的区别 这个你讲一下 对 现在权力和权力读起来都一样 是不是要有更适当的中文翻译 对 你讲一下就是说 权力 两个权力 一个是力量的力 一个是利益的力 你老是跟编辑纠结这两个字 我看来你见识一下 对对对 我们这个编辑经常也发现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觉得你呢 如果搞不清楚的话 你前面加两个字就行了 政府权力 公民权力 你把这个Rice前面加一个公民 你就清楚了 在政府前面呢 你再说power前面加个政府 这样你就清楚了 这个是很容易区分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两个 在发动中文链的时候呢 经常有问题 那么我记得郭罗基先生啊 他建议啊 也是郭罗基 但是他接受人的不多 他建议把利益的那个利 翻成这个权力啊 翻成利权 倒过来 他是这么翻的 这样念的话 就不是权力和利权 这样就区分了 这个呢 这个建议我提供给你 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这样 对 这个呢 这个魏先生呢 您发了两条评论 但是忍不住 还是要说 何先生发言时 可否更简念一点 嗯 这样单位时间内 有效的信息更多 更有一针见血的感觉 批评的非常有道理 嗯 这个观众就是金敏 长征八十周年之际 我去了瑞京 长廷和古田 结合习的纪念活动讲话 发现今后的中共党内整数 主要向作风建设转化了 既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据于 建于上述情况 我认为 王七桑的死命完成了 退休是最好的归宿 嗯 这个观众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嗯 哈哈哈 至少是这个昨天我的讲话有这么一个这个这个统治了 这个 你要解决我的想法 这个叫君先生 天天都看 藏和先生 陈先生 这个魏先生很喜欢现在的这种传播途径 比如明镜火拍博讯 以及郭宝胜和赵燕的栏目 都觉得很好 也越来越多的 通过国际公共媒体的途径 来发声 发表评价 让人欣慰 这个博讯呢 他的这个时间比我们长多了 我们今天在第八集 对吧 我们的经济没有他们丰富 而且呢 他们长期在报道 中国的维权 中国的人权 中国的社会问题上面非常的及时 做出了非常好的报道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那我们怎么想把节目做得更活泼一点 他们做了好几年 他们在社交媒体里面比我们今天有多了 下次我们请那个博讯老板来我们一块做做 请他来介绍一下博讯的这些经验 对对对对对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我经常看到请教 我们就是兄弟媒体 我们不能说兄弟媒体 还是味道 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习核心圈以后 中国目前关键的不是政治走向民主还是独裁 而是怎样走出经济困局 房市怎么办 你们对市怎么看 OK 这个事情我们下一次谈 而且我对中国的房市也不太了解 对美国的了解一点点 我们今天赶紧进去话题 现在已经 我们导播说我们已经二十分钟了 但是我们今天想尝试一下 我们未来能不能让更多的专家 学者 或者是不同意见的人 来参与意见和讨论 我们今天是讨论这个 这个 洪秀俊女士 访问中国大陆 见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那么我们就想请一下 王君涛博士的意见和看法 请我们的导播去接一下这个电话 那么王君涛执政 应该意义上我们是很多年很多年的朋友了 以后如果他的节目现场来 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认识的王君涛 我跟王君涛你也知道 我们一吃饭 我们两个人就争吵 其实我们是闲得无聊 觉得吃饭讲光伴没意思 所以就打起骂笑一下 就是互相攻击和嘲笑一下 我为什么嘲笑他比较多 有的人我根本就不嘲笑 一把政经的跟他吃喝饭就拉倒 为什么 佳琪先生 就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林佳琪先生 早上先生跟我讲 林佳琪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 对 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学者 也同时是我尊敬的 对我人生教育很多的学者 顺便给观众介绍 这个王君涛呢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对 那个佳琪 他就跟我讲了 但是王正道你是可以跟他讨论问题的 因为王正道是一个可以批评的人 哎呀一个人啊 如果是可以批评的 这个人至少是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的前提条件 因为你去看一看在美国 被批评最多的人是谁 怪不得你每次吃饭喝酒开讨论会 你们俩就在掐架 对 美国批评的最多的人 就是总统 所以我说王正道已经不是有人吹牛 有人吹捧你 说是未来的中国总统 总统制裁 那个是开开玩笑 也许是的 也许不是的 我们谁都不知道 当他在海外瞎混 我们哪里会知道他变成国父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就开始听这个 军涛的这个讲话 我不知道军涛有没有介绍啊 军涛 军涛 喂 军涛 你好 我们正在吹捧你了 吹捧你这个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 这个长期研究 你听得起我的声音吗 能听见这是和平的吗 对 就是我 我就说长期这个 跟你这个讨论问题 产生分歧 那是因为呢 要把你全力成为一个总统制裁 听得起吗 我觉得咱俩没分歧 你比这个 激进云俄这个 洪秀柱的分析小多了 对 因为你不但是一个 您就中国政治转型 世界国家转型的一个学者 同时呢 你也关心这个 两岸关系 那我想是 听听你呢 在这个 这次洪秀柱女士 到这个 中国大陆访问 见这个 这个 习近平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 好 那我就说一下啊 我觉得呢 这个总结来就是一句话 这个 这个 这次呢 访问呢 实际上 与其说 台湾看来 洪秀柱 是放了一个 中方炸弹 为两岸关系 打开这个新空间 但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更重要的在于说 可以看出 在后马营救之后呢 习近平展示了一部 全新的 这个对台的工作图 工作的 那么 这个图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呢 台湾已经纳入中国盟的一部分 你可以看出来呢 这个 各位能听见吗 听得见 很好很清楚 对 然后呢这个 实际上首先 习近平呢 开通民意呢 就是强调呢 两岸未来的发向 是在九爱共识的基础上 先要建构未来的一个中国 但是一个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呢 他说我不那什么 但是现在的中西任务是反途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 这个 习近平这次呢 在民进党已经占据了台湾的领导 并且主流民意的几个情况下呢 那么习近平现在出手呢 是从三个角度出手 第一就是在中央层面上 发展和台湾在野党的密合作关系 那么并且和在野党来讨论台湾前途 这一次呢 来边缘化这个民进党的位置 就是让在联岸关系上 民进党处屈 民进党做一个党 做一个至少是蔡英文的内阁 让它处屈 不团是以后还继续奔华民进党中 愿意和大陆谈的这种 进一步的孤立蔡英文内阁 第二个呢 就是全方位的对台湾呢 展开这个工作 就是比如在经贸 还有这个文化交流 还有在这个 对一些社会团体 比如这这么青年团体 我相信 为了富裕啊 等等其他社会团体的 这个工作都做起来 通过呢 具体的单向合作 和具体台湾各个这些 社会团体和中心的机构的合作 然后呢 这个去加起这个民进党的 而且改变台湾民意 就是要求后知感情 建立利益相关 后知情感 在人文等等各个方面呢 这个密切其两岸的合作关系 在一个中国的认同的基础上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 以地方中央 以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 就是 哪个地方是蓝营当政 我们就跟这个地方 工作就跟政府建立关系 哪个地方是绿营当政 我觉得它也不是不建立关系 看地方首脑 认不认同一个中国 哪怕是 或者是 只要你不认同台图就可以 我就跟你建立关系 但是根据你的蓝绿的这个程度呢 来决定 跟你发展具体的利益关系 有多大 给你多大好处 那么 最后我觉得 它还始终把武力 强大努力作为后盾 作为一个威慑 迫使呢 台湾的这个独立力量 在台湾 不能够太 这个还有 包括美国 不能干预太深 只能有一个限度 这样的话 最大限度的给予 这个 认同一个中国的力量 只要你认同一个中国 那么 在这个 就在中国大陆 充分的发展 并且呢 你能得到很多的利益好处 你要不认同一个中国 你将得到封杀 而那些 独立的势力 还有包括外来的势力呢 将在这个 可能会出现 武力事件的 这个威胁下呢 不能过于活跃 大概我想就是这样吧 那你现在 我们 根据你刚才的分析吧 在某种程度上呢 其实过去的这个 这个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时代 都做过这样 类似的这种 行动 或者是 策划 甚至就是说 去分化这个台湾 但我 你还是比较 学者化的分析 我想直接的 比较简单化的 问你 你觉得 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有没有一个时间 来所谓 统一台湾 要好 解放台湾 要好 和平 要逼迫台湾 要好 他有没有时间表 如果没有时间表 他做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因为有时间表 我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他只能大致欣赏你的想法 但是呢 这个看法是有弹性的 他不大会有时间 我想先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 前一段的问题呢 为什么不好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 中国实力不够 就这么简单说吧 比如武力吧 就是最近的一次 就是台海的危机 就是九十年代中西的那次危机 那次危机 就是中国的实力 实在是没有办法去 那时候就像 包括像苏凯 二级苏凯 三十大整的 这一个级别的危机 中国几乎就没有 能够形成作战能力的 那么 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只要美国一个舰队过来 中国一点折都没有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 中国的这个 这个强大的实力呀 已经使得 美国必须要考虑 这个 如果要是过度的 刺激北京 就是在北京 并没有要 习统 就要刺激北京 有没有必要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呢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吴锦涛时期 中国实力开始上升的时候呢 吴锦涛正好 赶上马亿九之政 中国没有这个必要 他觉得好像 台湾的力 不是那么重要 最主要 我认为呢 中国不可能在 十年内抬头的原因 在于 其实习近平非常清楚 他的新传害和供给侧呢 取决于中国大陆 在前些年的 这个大规模建设中 形成的这种 这个庞大的基建和 剪裁生产能力 能不能通过一带一路 输出出去 实际上 你可以看出南海 菲律宾 为什么在跟 杜特尔克谈完之后 急剧降温 包括海警团撤离 包括这个 菲律宾渔船 可以返到那个 中国不再干预 都是呢 这个实际上 不愿意在南海出现危机 我相信他不愿意在 东海和台湾出现危机 就是 这就涉及到呢 他的这个 一带一路 而且呢 你仔细看 像习近平一带一路的 这些提法 背后是 中国已经 替西 这个一带一路 周边国家 搞好基建规划了 所以这个 杜特尔克计 90亿美元 能够坛成 这个能坛成实际上 背后是有着 中国具体的投资方案的 投在什么地方 建什么码头 什么公路 你的建材 什么都要从中国购买的 那么这个是 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来 这个建立起 它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基础 这个就跟 这个共产党 对中国发展的 这个一贯理念 是一样的 基础设施先行 然后利益捆绑等等 所以我觉得呢 现在来说 你要考虑到的 虽然过去 共产党做过 但是比如 朱镕基也是非常 声色拒绿地说 打两个飞弹空弹 你也知道 这个飞弹实在 也是什么东西 对美国来说的话 但是现在就一样了 现在的 中国的 确确实实 在一定程度上 它可以 就是让这个 台湾的分枪 你刚刚有 我们 王博士 我们的标题里面就讲了 这个 逢秀钱 逢秀志 去大陆要钱 那么 大陆呢 就要打 我们这个打 就是很 隐藏了两个意思 一个是比较促促的 就打打屁股 什么意思呢 就警告一下你台湾 我全是可以跟你一点 但是我是有条件来打你屁股 第二个是 就是比较严肃一点 是不是 这个武力 要去解决台湾 因为我们早一段时间 有一本杂志吧 叫什么杂志 你讲一讲 就是这个 这个 所以那个 我刚才也基本上说了 我根本就不认 你要知道 我刚才没有说完 就如果真的走一带一路计划的话 根据中国 今天也没有二十年港口 码头 整理人 不弄完的话 他不会影响这个格局 你要知道投资 投一半的话 中国飞 那个更惨 那个结果 在一二十年之内呢 不会去打台湾 而且你要考虑到这点 这个合力竞争 就是说 实际上这次 六中全会政治 确立习核心的意思是什么 那你要知道 一旦这个人 确立为核心的时候 他在不在一线做主要领导 他总是核心 你知道 当邓说 毛是第一代核心 邓是第二代核心 邓从来没有在一线做主要领导 那么将后 你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 将在这个 卸直之后 仍然胡锦涛只能做总书记 不能作为核心 实际上 习近平确立在核心中 核心说 你仔细看 邓小平提出核心说的一段讲话 习近平实际上确立说 他二十年后 如果能投入 那么他也是 他的功劳 因为他那时候 他还是核心 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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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讲两个字 佩服 为什么呢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 有这么一个政治观在家 能够点出这一点 这就意味着 昨天前天 我跟这个 陈小平博士讨论的时候 就是 习近平到底多少任期 王一三留不留任 等等 我已经讲了 王岐山 你说我说 我认为 王岐山 七上八下 我跟你讲 也不是邓小平平的 也不是什么共产党 因为那是在 当时逼退 乔石的时候 就定下了一条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 只是在胡锦涛的时候 他勉强执行了 但是而且你也知道 有人 这个 不到八的时候 他已经下了 对吧 那我觉得说 实际上 就是七上八下 我觉得都是 人们 这个就是 弄出来这么一个 离世性的东西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呢 如果要是 这个 不遵守七上八下的话 我有个猜测 就是说 王岐山 如果留任的话 那么你知道 有五个常委到时候 到年龄 如果身体健康好 要不要留任 是不是会将 还有五个常委 还会留任 这都可以讨论 对 这些东西 为了我们找一个机会 请你到摄影棚里面 来长篇讨论 我今天 主要还是想 还有一个 我觉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人们多做 习近平会不会延长任期 你要知道 如果他是核心 他不延长任期 他在二线更好 因为怎么呢 一个核心在一线 叫林朝理政 是很容易犯错 要负责任的 其实在二线呢 更容易让一线 所以王博士 王博士 如果你在现场 就没我什么事了 就是这个 因为你啊 这个 更是不要我讲话 但是呢 你几次都忘了 就是我要表示佩服 为什么表示佩服呢 就是 你对这个核心的看法 深入到了一个层次 至少这个层次呢 是现在的观察家们 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说 习近平为什么 一定要在二十大的时候 当那个总书记呢 他可以用核心的名字存在 我认为这一点 所以我就说 经常不得不佩服你的地方 你总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新的思路 对我们来讲 有时候是不是实 和未来 是不是这样 其实还是次要的 关键是 我们要集合我们的思路 今天不能让你继续吹牛下出来 因为我们都全部被你占了 但是我们会经常访问你 下一次我们希望你的视频 能够及时的显示出来 现在我们是把你的光辉显像给放出来 今天非常感谢你 OK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小平博士 你是不是看了 对 对 这个王博士 你不跟他按掉 他就一直讲下去 你们两个人一在这 你肯定你们俩 我肯定说了 肯定把这个摄影盆在草报 我说了 我跟他不能比 你现在 今天看到这个红书记 到大陆去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你这个标题是去大陆要钱的 这个 我觉得这个话有点夸张 他这个 他也不代表政府 不是我的标题 是编辑的标题 对啊 编辑的标题 我们的编辑在夸张 他不是代表政府 他怎么去要钱呢 是不是 他如果作为国民党要钱 他敢要 出台湾 出台湾 就是因为我们的花不至薪水 对啊 你去大陆 习近平给他钱 他也不敢要啊 这真的不只为卖国党啊 对不对啊 这个 这个国民党 这个 王先生 刚才说了这么多 这个 习先生对这个 台湾的这个 远大报复 习近平 毫无疑问 对台湾是有很大的报复 但是这个 你通过跟国民党打交道的方式 我觉得 打不到他的报复 更有效的方式 还不是跟民进党在桌子里下 搞交易 我想表面上 跟国民党谈 实际上 也许民进党还有一批人在北京 跟习近平在桌子下面谈 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你按关系啊 你也去过 你去过几次台湾 我去过一次 对 我其实是几乎 有一段时间 每年都去而已 有时候去的时间很长 我在台湾 就不见三种人 你不见水者 第二不见记者 第三不见官员 其实很多朋友 既是官员 也是学者 也是记者 就是开玩笑 他们就很生气 开玩笑 我是到台湾 生活在普通的游客 住在南部啊 中部啊 真正去 不叫深入管 我不是领导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平面子的生活 所以我对台湾 是特别深的感情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但是台湾的政治 和台湾现在的文化的状况 台湾的精神状况 在它民主发展的同时 这个倒退的很严重 所以我也很焦虑 就是很多 美国人现在交流 台湾的这个民主前景 一样的 所以我也在台湾里来讲的话很多 我在两岸关系也有很多的思考 未必像王博士思考的那么深刻 今天可能王博士 这样的时间太多了 所以以后呢 我慢慢来讲这个东西 但是我今天先讲一点 我觉得台湾人要真气一点 要一点面子 要懂得自己的力量在什么地方 比如要找一段时间 为了这个大陆游客 就少了一些人 就是什么 吵吵闹闹 台湾的民主化 你当然是可以吵吵闹闹 但是我问你啊 大陆的游客占与台湾的经济多大的比例啊 那是一部分人 对啊 所以但是你这个 这一部分人二十万上千 就是一个很大的世界 对啊 这种力量 对于这个执政的压力太大 台湾需要整体的思考 这个国家的发展的方向 这虽然具有两千多万人 对于中国大陆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还没有一个省的人口多 但是对于台湾的经济水准 它的文化素质 它在国际社会做出的奉献 和它表现的文化 进行了在国际社会来讲 都是比较前列的国家之一 我估计五十位的国家 或者是上四十位的国家 都能够爬得上 但是国际社会 到底是何等的不公 这是国际社会的无耻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台湾要自尊 要自爱 要知道 你给政府世界压力的时候 你给政府带来了一个 什么难堪的局面 你把一个国家 拖到一个什么程度 所以你要真正 争一点气 没有游客的时候 你台湾不是吉祥龙吗 对不对 没有大陆游客的时候 照样不是发展很好吗 你现在受据于台湾的游客 一方面 是大陆游客 吃一些 是有好处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为了一些大陆游客 而你放弃所谓的自己的 离国之本 国家之本 那你还谈什么呢 就是讲台湾 第二个是讲大陆笨了 大陆这个对台湾政策 就是一直犯错误 但是这个国家都是由他控制 所以他的错误就没有人解讨 也没有人批评他 所以犯完错误他再来 所以呢 有些人就问什么 跟台湾很厉害 其实跟台湾哪里厉害啊 你去想一想 大陆游客到台湾去 那觉得是显得你大陆的厉害啊 你消费能力强 你人多 对不对 我到故宫到很多地方去 看大多数都是大陆人 你现在把人给减少 你这个小家子去嘛 八五处都是要是多的这个 多的这个 九份 故宫 多的人山人海 结果呢 你呢 你不是生动这个老百姓 恨日本吗 结果你把日本反而不减少 你现在到日本的游客 你一点都不减少 多得不得了 你终于就欺负这个台湾人 你不是血浓入水吗 你不是同胞吗 中国共产党其实打来打去 他打来这厉害的就是同胞 对吧 杀的就是血浓入水的 但是罗民党 但是台湾人民 自己要自争 自爱 自强 我有点教训的味道了 不好意思 今天我本来是不想讲话 他讲了他 讲这么多 好了我就不讲了 这些问题 留给人讲的人讲 应该是最好的一种 时间分配方案 好不好 所以咱们不能在这个节目里面讲民主 节目里面 我一看分起来 有些人都讲 所以跟我讲民主 你三分钟 我三分钟 有时候我就不再讲什么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是不是时间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应该打住 但是我们呢 在改进我们的导播的方式 现在辛苦我们的这个 同事 在这么强的这个灯光之下 也跟我们一起熬熬 而且他在车时不断的 把一些视频 一些图片 展现到我们画面里面来 未来还怎么像王博士 以及我们的一些专家和朋友 也能够把他结线 让他们也能够他们的形象 这个表现出来 像老师看我们两个人 怎么样 今天就 大家收看收听 明镜编辑部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